漂不漂亮 好不好看 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还挺好看的是不是 让阿米做你媳妇好不好 不好 然后还有袜子 谢谢 等一下咱们去送给阿米看看阿米是什么反应好不好 小苗挺有眼光的 还行还行还行 昨天的订单发货了今天晚上应该都会发的啊 谢谢大家一起戳戳屏幕点点赞好不好 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嗯男是鞋不是这是女的是女子鞋 阿米的鞋 是沙米的鞋呀 对的 礼物很好看是吧 还可以 红黄旗有卖吗今天可以到时候再给大家上一点吗 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一起戳戳屏幕点点赞好不好 谢谢 点赞点赞点点赞 我给你们 看小苗现在人在云呢 我给你们先跟这边的阿姨打个招呼 跟他们聊聊天天他们这边的人也特别的好好不好 你看他们这边的衣服 你好 你们好 你这个衣服都自己绣的哈 你们是什么民族的 小雪米球 我知道是什么民族呢 白球 白球 哦 这个也是你们那个民族的首饰啊 挺漂亮的 好看好看好看 小苗真棒 谢谢谢谢 今天有穿备吗 到时候可以给大家上一点吗 上一点没问题的啊 你看他们这边 房子啊什么的建的都特别的漂亮啊 还有花椒 你看他们这边也是有花椒的 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上一点 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等一会啊 哥哥姐们叔叔阿姨们等一会 核桃暂时还没有 新核桃还没有下来啊 新核桃还没下来 一起上上人 点点赞上上人好不好 小苗露脸 哎呦 我每次我我我都 不好意思露脸知道吧 我每次露脸 大家都说我小苗又黑 又变黑了 又变瘦了 然后头发这么长也不剪 云南的昆明 大家不要嫌弃我 我就露个脸好不好 隔根粉有的有的 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先点点赞上的人 先点点赞上的人 小苗 真的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说实话 下午好 商皇商皇的话 今天估计没有 那个比较难 蛮难踩 那行我我露个脸哈 都这么说了 租的房子贵吗不贵 几百块钱一个月很便宜 大家好 我是小苗 谢谢 谢谢 我们马上去找阿米好不好 一起上上人气 咱们马上就去找阿米 找阿米去玩 要清洗一下的啊 谢谢男性姐姐 嗯 你不知道有一种功能叫做美颜吗 哈哈哈 给阿米买了一双鞋子 咱们等于飞去给他送过去 变成熟了 不是变成熟了 是本来 我觉得记忆就应该是挺成熟的 本来就老了嘛 本来就老就老了 理理话 是的 嗯 今天嘛 今天就去把头发给给剪一下 反正现在人在云南嘛 在这在这边 还是正常的给大家开直播 正常的给大家 卖一些好的山货 还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说一下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 我们 现在河北水灾的问题嘛 就是小苗和阿米 我们两个也捐了两万块钱嘛 我们捐了两万块钱 其实其实 不多 我也知道 但是呢 就是我们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 一个效果 就是因为我们也有100多万粉丝嘛 在视频好 很多人刷到我们的视频过之后也能 更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这才是小苗想看到的 其实我们自己捐的确实是不多的 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 不管怎么说我们捐的多或者捐的少 也是这咱们自己的一份心意 说的再直接点啊 也是因为有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支持了 我们才有能力去捐这个钱 其实我们 就像小苗一直经常说我自己的一样 我就是一个爱心的搬运工 没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是什么都做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最应该 咱们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感谢 这两个字是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 支持小苗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谢谢你们 捐了 捐给河北河北水灾吗 捐了2万块钱 大家都都看 应该都看到了吧 应该都看到了 谢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继续点点赞上上人 等一下 咱们把这双鞋子送给阿米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反正接下来 因为阿米我跟大家说一个 说说我们现在在云南发生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金矿嘛 好不好 咱们点点赞 阿米最近心情一直都非常的不好 他每天开直播的时候 肯定都是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 但是 经常 他一个人都会流眼泪 经常一个人都会流眼泪 下次不要再捐了 钱最后去哪了 真的 我怎么说呢 反正这个钱 反正我相信还是会 会用在 灾后重建这个事情上面 经常都会流眼泪啊 啥的 说说 最近在这边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的顺嘛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是顺 毕竟就像逃难过来的一样嘛 这次过来确实挺不容易的 为啥阿米流眼泪 肯定呢 想家呀 想家是一方面 还有阿米的妈妈身体 现在也一直都不太好 因为阿米为什么不上学呢 不上学的原因很大一方面 就是因为他妈妈身体不好 还有一方面是 家里条件也不好 他就主动的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然后在家里能帮父母干干活 然后又能打个零工赚点钱 所以说这姑娘真的特别的 特别的懂事 她现在在我虽然说跟我一块来到了云南 但是她的心一直都是在家里的 一直都在家里的 天天我每次给他妈妈打电话 就是续航问 问问这啊 问问了 真的 这个女孩真的太懂事了 太优秀了 对 我也就想呢 看哪天带他出去转转嘛 带他出去玩嘛 女孩子嘛 其实我 我打完下次看不行的话 带他再去 拍一组写真 他们这边写真很便宜的 就两三百块钱 三四百块钱 带他去拍一组写真 到时候大家也没什么 我们现在人在云南 大家也没什么好的地方 可以推荐一下 就拍民主写真 阿米上次我们拍的也特别的漂亮嘛 对不对 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这是重播吗 不是 现在是12点11 不是重播啊 放心 大家一起点点赞 咱们右下角先把点赞给点到20万 好吧 按着右下角不松就可以了 不要捐 没有意思 有时间直接送到灾民手中 西双满纳 那不行的话 下次可以带阿米到西双满纳去拍一下 也可以 我们这边目前离西双满纳也不是太远 不是太远了 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一起点点赞 好不好 你们条件不行 就不要到处捐款了 怎么说 我还是 重复 我重复一下我刚刚的话 其实我 这个人哈 是见不得 一些受灾啊 或者见不得穷苦的人啊 见不得出现灾难啊什么的 我看视频我都会流眼泪的 真的 我看视频我都都会流眼泪的那种 有时候就前两天刷过一个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一个 一个那个大叔 就是我也是私下来就是联系到那个主播直接给他转的钱 还有 还有 就经常做的这一类事情嘛 反正 我见不得 所以说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嘛 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抛砖引玉 我捐这个钱的目的是希望更多人看到过之后也能够参与进来 是的 嗯 小苗你瘦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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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阿米最近 嗯 想家了 想家了 但是想回去却不敢回去 真的是不敢回去 如果回去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 所以说现在就只能在现在云南这边呆着 先好好的赚钱嘛 先好好的赚钱嘛 心态善良了 反正你们也都知道现在我跟阿米的情况 我就不过多的说了 反正 大致的事情就是我带着阿米来到云南了 现在阿米的家现在也不能回去 只能在外面先好好的赚钱 等钱赚够了到时候才能回去 就这么个事情 哈米的爸爸现在在工地上是上面上班 烦了多少了 餐礼钱烦了6万 烦了6万 我争取看下个月能不能就是就8月份 能不能再给他烦个两三万吧 我们现在也都是在省吃减用嘛 可以说 但是就当我这个人一直的一个原则虽然说是省吃减用 但是有时候该花的钱也还是要花的 我不可能 因为 这个事情 彩礼钱这个事情弄了我们天天吃不好 喝不好 睡不好 那也是不行的 身体还是最重要的嘛 对吧 你把阿米带跑了 是的 我现在可以说是直接把阿米给直接把阿米带走了吗 哥姐们 咱们一起戳戳屏幕点点赞上上人气好不好 上人气 咱们等一下我给阿米买了一双鞋子 你们看看这鞋子漂不漂亮好不好 给你们看看好不好看 看看小苗的眼光好不好 一起看一下漂不漂亮好 因为在这边 在这边反正还是要他这次来的比较着急嘛 然后鞋子都是在家里一些那些干活的 他说实话阿米也没穿过什么好鞋子 就是上一次我拍视频给送他送了他一双那个阿迪达斯的嘛 然后这是我送给他的第二双鞋子 你们看看漂不漂亮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费喜烦的 他还没有见到好不好看 还挺好看的吧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还行嘛 然后这里面还有 袜子 还有两双袜子 也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谢谢哥哥姐 祝他阿姨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看 都说还行哈 自己困难解决了 谢谢谢谢 不卖鞋 不卖鞋 这是我送给阿米的鞋子 今天 因为阿米这次来的比较着急嘛 鞋子 都没有就带了两双 然后有一双都特别的旧了 然后我就想着送给他一双鞋 然后 穿着也舒服一点嘛 彩礼多少 彩礼 本来就是这个事情 大家应该 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我不想每次开直播的时候说 但是你有时候不说的话 很多粉丝 都就不知道嘛 我想问一下 咱们知不知道我这次 为什么带阿米来云呢 知道了 打个知道 不知道打个不知道 就我觉得 其实还是每次开直播 也是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但是不能用 不能用太多的时间 因为咱们很多的老粉都是知道的 哇 你看这这么多人都不知道 你看这就 肯定要说一下 你不说的话 但是我说的话 我又担心咱们很多的老粉 就是 小苗 为什么每一次看你直播 都在这说这个事情 我就就会 就会让你们觉得很反感 特别是咱们的铁粉 会觉得很反感 但你不说 我就很很为难 那哥姐们 咱们就说一下 好不好 咱们的铁粉 能理解小苗吗 能理解的 咱们打上两个字理解 谢谢咱们 谢谢咱们所有的铁粉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吧 谢谢咱们 能理解咱们 咱们打下两个字理解 那行吧 就还是简单的 你看这太多人不知道 肯定还是要说 好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带阿米 跑来到了云南 其实阿米本来他们家的情况 大家也都知道 就像视频当中的那样 阿米的父母 养了六个孩子 阿米是老三 老大 现在还在上学 成绩特别的好 老二 是在学美容 学发妆这一块 老三就是阿米 还有老四是个女孩 是惹地 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小阿米 都知道的 老五和老六是两个男孩 其中有四个孩子 现在都在上学 都在上学 本来是五个 五个孩子上学 阿米 上的是高中 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爸爸一个人挣钱 供养 这一个家庭 家里非常的紧 紧张 再加上阿米妈妈身体又不太好 所以说阿米主动的放弃了学业 就这么个事 放弃了学业 在在那个街上 找了一家超市上班 一个月才2500块钱 后来阿米在阿米6岁的时候 就订了娃娃亲了 我最开始也是不知道的 在阿米6岁的时候 订了娃娃亲 订了娃娃亲 娃娃亲的对象是阿米的姑父 就是阿米那个姑姑 经常赶我的那个姑姑 她姑父的亲戚 当时阿米家收了6万块钱的彩礼 就等于是阿米的姑姑 属于介绍的介绍人 收了6万块钱彩礼 当时这个彩礼钱是用来干什么了 用来建房子了 就阿米家我们拍视频当中的那个 那个房子就是当时阿米的彩礼钱 给的 小苗说的是真话吗 你觉得是这本来就不是复杂的事情 你们觉得这是真的吗 觉得是真的打上两个字真的 觉得是小苗说的是假的 咱们打了两个字假的 我也不想说太多 反正 你们反映也是很正常的嘛 对不对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们来到这个地方 像阿米这样的女孩子有千千万万个 小苗如果要是说谎 小苗是小狗 有千千万万个 女孩子都是 定了娃娃亲的 非常的普遍 并且并且那个阿米的二姐 定了娃娃亲是谁 是他亲舅舅的 儿子 知道了吗 阿米阿米的二姐 还有阿米的一个弟弟 也是定了娃娃亲的 现在才十几岁 还在上学的年纪 阿米他爸爸妈妈说 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就要结婚 他们这边结婚不是你们想象那种 在他们这边的结婚 在我们汉族人的眼光里 其实就是定分 你看他们结婚过之后 不是说马上就在一块 生活结婚生子了 不是的 就是结婚过之后 男方男孩和女孩 他们两个还要分开 两到三年 就是这两到三年 你们两个可以一起 准备出门打工 也可以分开 根据你们随便 但是几年后 肯定要去 几年后才才会回到 那个男方家里生活 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他们这边 就是这样的 定娃娃亲更是特别的普遍 非常的普遍 但是现在咱们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 现在就是一风一俗了 也都好 就好很多 小苗和阿米都是善良的孩子 这一说说打岔了 然后当时阿米就是很小的时候订了娃娃亲 收了别人6万块钱 如果不是我的出现 现在阿米已经结婚生子了 我要骗大家 我是这个 按照正常的程序 阿米现在真的就是已经 结婚生子了 知道吧 很正常的嘛 南方 因为那个男孩 阿米定娃娃亲的 那个男孩子比阿米要大一点 人家家里比较着急 这个具体结果分过之后 要不要马上过去生活 我还是